今天我们做一个海洋里的珊瑚 原料呢 就是大的辛苞菇 现在改一下刀 把这个头啊 切下去 把这个尾呢 也切下去 咱们现在就给它切成小朵 新手呢 咱们就割个筷子 底下不要切断了 这样是呢 这个呢 咱们割这个筷子 你这样一切呢 它就切不到底了 这样是呢 它就切不断了 切的都让它一样 你看看 它切的都让它一样 大小都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辛苞菇啊 炸之前咱们先腌一下 搁个鸡蛋 来点鸡粉 你要点没有鸡粉 来点味素也可以 来点蚝油 你要有啊 你要有啊 肚里肝 你要加点味素 比蚝油啊 还香呢 筷子试一下油温 这个冒泡了 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冒泡了 咱们啊 备好的那个珊瑚啊 咱们用面呢 给它裹件衣服 一定要都让它 沾到这个面粉 只有这半锅油 一定才能把那个珊瑚啊 炸的硕大铺满 一定要把它立起来炸 它这才能开 珊瑚啊 不要炸的太大的火 颜色呀 浅一点 好上色 咱们就给它出炉了 现在呢 为珊瑚这个汁啊 咱别扔了 咱们摊一个小鸡蛋饼 喝一点点的油 咱们呢 摊一个清淡的小鸡蛋饼 一定要转一转 把这个鸡蛋呢 一定要摊平了 那现在给它放个个 来 最香的小鸡蛋饼 看 做好了 给它放在盘里 里面呢 先搁点水 把它呢 用这个果酱啊 倒些果酱 是红珊瑚 把这个果酱啊 充分的搅拌均匀 咱们把那个粉面子 咱们加进去 让它更粘稠 咱们的红珊瑚 就要诞生了 浇上了 你要想要绿珊瑚 咱们就来点迷糊桃 让它绿 把它浇进去 让它更滋润 颜色更漂亮 咱们让它长点椰子树 实际啊 咱们这个就是割的香菜叶 咱们呢 现在就来尝尝珊瑚的味道 在夏天 beste 鸡蛋 脆中呢 有嫩 酸香呢 爽厚 感谢观看